拜 真的假的 好 睡得好的鴨匙 崩壁菜的八度听 我跟你说 你外面层会睡得真好 你算真厉害啦 我这久以来 如果来这两天我都睡不好 你们睡得好 你们没有讲良心话啦 好啦好啦好啦 你们解释我听有啦 第一天不好啦 第二天很好啦 因为第一天 都高齿嘛 对不对 今天还有最后的一次考试 大家加油 我们现在呢 就像往例一样 我们要 请我们一个祝福祉 他呢 他是台南现任的立派委员 他是 很年轻 很有为 本来是做台北雄专 现在是商业大学的校长 賴校长 一向跟我们也帮忙很多 尤其这个 财务啦 会计这方面是他的专场 我们再一次 好好喔 等一下 我要说你们应该听他的课 要做笔记 这笔记对各位来讲都非常非常重要 这样好不好 再一次热烈的欢迎 好 各位先大家早 早 好 很高兴啊 可以在这里 和大家共同今天来上课 介绍这个 政府议算的審查 其实这个课 说起来 实在是有点枯燥啦 这个议算其实是 会计里面的一部分 其实是有点枯燥 但是它重不重要 它很重要 因为怎么样 因为 知道说议算来说 我们对于 如果说公共领域来说 的参与来说 你说你要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其实也没有做 做得好不好 是另外最少来说 我们第一个监督的就是什么 他的议算的编制啊 议算来讲代表的政府 他说他宣示的政策 他真的有没有要落实啊 所以说这议算 这其实是 很重要的 而且议算来讲 他是对于政策的落实很重要 但是 议算来说 议算他所花的 他代表背后他所花的钱 是谁的钱 是人民的纳税钱 对不对 我们知道说 这个既然花的是人民的钱 如果我是一个执政的 不是花 那一般来说是 花自己的钱 我们会比较谨慎 花别人的钱会不会谨慎 可能就不会谨慎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站在政府来讲 议算是他要落实 他的政策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考虑的话 那你这个指标 你不能够随便给我乱花 因为这钱都是谁 都是我们人民的钱 所以说我们 因此有这个议算审查的 这个必要 对不起麻烦一下 是不是没开 那因为今天我们上课的时间也很有限的情形之下 这个政府议算的审查 这个其实要讲内容很多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够说跟大家 但是我们也选择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 大家分了这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些基本概念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说 议算来讲跟我们一般的有一些 它的基本的观念 我们要讲一下 那再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是议算书 很多人都知道议算 但是议算的话 它若表现在哪里 就是议算书 那很多人可能知道议算书 有的人有看过 有很多人可能都没有看过 我们跟大家看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各位来讲是比较 我们都是说社会上有工作经验 有实务的人 所以我们比较不打算 再花比较多的时间在理论的介绍 我们也就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比较实务的 所以我们议算常见的书师 还有我们这个议算审查怎么审查 那最后做一个结论这样子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 前沿的部分 我们打算跟大家介绍 这几个议算的意义 议算的功能 财务的原则 数字会说话 资讯的架构 还有相关的名词 这些的话 都是我们今天打算 在这一个基本概念跟大家讲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政府议算的意义 这个有关政府议算的意义 这个定义有很多 你如果说去图书馆 或者去網路上去看的话 议算的定义有很多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这个是黄世新教授他写的议算 有点长 但是他还算蛮完整的 所以政府议算的意义来讲 他说一国政府在一定期间内 为达成政治经济社会的目的 根据国家的施政方针 以国家整体资源 以国民负担能力为估计的 所定的财政收支计划 也就是由政治程序所为的什么 资源分配 这种定义虽然看起来是有点长 但是他讲的 我认为说他讲的蛮详细 第一个 他是一国的政府 因为我们知道说议算来讲 其实我们一般在讲议算 不是只有政府才有议算 还有什么 我们个人有没有议算 有啊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其实当年自己也都有议算 你今年我打算 我家里要买车子 要买房子 要做什么 我要不要议算 要不然钱从哪里来 所以说我们个人跟家庭也都有议算 但是我们今天在讲的 我们不是在讲个人或家庭 我们是在讲什么 国家或政府的议算 所以说第一个你要先把我们知道说 我们在讲的是讲什么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讲说 个人跟家庭的议算 跟国家的议算 他的一个原则都不一样 那他是一定期间 因为议算来讲 不管议算有可能是什么样子 一年的年度议算 又三年的议算 又五年的议算 十年或者长期的议算都有可能 但是不管你是多有总是说要有一个期间 因为没有期间的 没有期间的什么 的议算 没有期间的承诺是什么 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啊 这个没有期间的承诺那是只有什么 那是爱情小说里面才有什么 海枯石烂啊什么永生不移啊什么 听起来很美 但是你真的想起来那个是什么 有没有用 没有用啊 对不对 以前我们有什么样子 这个以前我们那个什么 有战事受田政 如果说我们缓攻大陆以后 给你什么给你什么 结果呢 那什么时候缓攻大陆 所以说这个议算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期间的观念 这个要不然来讲讲说好 我给你们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子的什么 但是那个是一百年以后的事 那一百年后我们大家还在不在 一百年后大概 我想我们在座应该都没有人还会在 那为了达成什么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目的 他的议算来讲是为了 要达到什么 政治经济跟社会 大概是这些 那要根据什么 国家的施政方针 他要依据的是国家你的施政方针 这每一年来讲 这行政院长都要到立法院做施政方针报告 施政报告 你要根据这个来编 那你怎么样 还要考虑到国家的整体资源 跟国民的负担能力 我们等一下也会讲讲说 我们的议算是公共政府的议算 跟一般人的议算不一样 是有不一样 但是你再怎么不一样 还是要考虑到什么 这个国家的资源 那我们议算我们可以发说 我们全国的国民每一个人 来讲一个月领五万块 好不好 好我们都不用工作 我们就固定五万块 但问题是什么 我们台湾就不产石油 你如果说沙烏地阿拉伯他们说他们产石油 那个挖起来的话就是石油 卖就有那么多钱 但是我们也没有 不可能嘛 所以说所议定的什么 财政收支计划 这个请注意一下 其实我们政府所定的计划有很多种 但是议算呢 它也是计划的一种 但是它是什么 财政的收支计划 我们政府每一年有很多种的计划 有什么国民教育计划 什么建议计划 计划 社会福利计划 但是议算也是计划 它是什么 财政收支 而且它是什么 议算来讲 它本身是一个很政治性的一个活动 为什么大家立法院立法委员 或者是行政院 大家这么重视议算 因为它是有经过一个什么 政治程序 就是要立法院通过 然后所做的什么 国家的资源分配 你议算怎么编的话 你的资源分配就怎么决定 有的东西你如果议算编的多 你这个单位 你就可以用的资源就比较多 这个 那这一个是 我们对于这个国家议算来讲 这个定义来讲是比较长 但是讲的还蛮完整的 你如果说仔细每一个字 把它想一下的话 你大概就会对我们国家议算 有一个政府议算 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 那我们再来看到议算的功能 议算的功能有下列这几个 第一个来讲它是说强迫规划 因为你要编议算来讲 你如果没有规划的话 为了要编议算 我们会强迫政府 你就必须要规划 你没有规划你怎么编议算 所以议算第一个功能 就可以强迫这个 第二个来讲就是提供衡量 绩效的一个标准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都要衡量一个政府的施政的一个绩效 但是衡量的你说施政好不好 有很多种的一个方法 那其实议算来讲是说 你自己编多少的话 是一个最理想的什么 衡量标准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 马政府来讲 马总统他时常都讲说 我做得这么认真 那为什么人民都无感 我们台湾一句话叫做什么 他都想要他自己做到老公 我们都要贴到老公 为什么会这样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他可能认为说 他对他自己的表现 他的衡量标准 跟我们人民所用的标准 是不一样的 对吧 搞不好他认为说 这个前几天 那个什么 连站在那个电视上讲 讲说 你们为什么一直说我钱贵 我一天只有睡不到七小时 吃两餐 或我哪里是钱贵 那这个的话 我们大家会觉得说 钱贵的定义是这样子吗 你说 一天如果吃两餐 睡七个小时 八到十个人 一天如果睡不到七个小时 那很正常啊 我的基本上以前我妈妈 四五点都起床 老后一定睡不着了 对吧 问题就是什么 他的认为 他的衡量的一个标准 跟我们怎么样 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说 会有产生很多的落差 所以预算来讲 是你自己所编的 那你自己很很具体 很客观的数字 用这个来衡量你的绩效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 是啊 我们知道说 要衡量好不好 最好是用他自己 跟自己比的话 是最有效的 以前 我在学校 如果我交到初快的时候 那怎样 会计学 初快很多都是高中毕业 很多学生 他高中毕业来念会计系 他本身并不是 他对会计师一点也不认识 他怎么 他刚好大学联考的成绩 分数落点 如果在会计系 他就来念会计 不是说我们的大学联考 有考什么性向测验 你或者 你对会计有什么提振才能念会计系 不是这样 很多学生 以前我如果交 每一次我交到大一的新生的初快的时候 第一节课通常我会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我会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学 就是拿出一张纸 我就请他们每一个人 用自己的方法表达他个人 或者是他家里的财务状况 你知道那些学生完全没有学过会计 那老师叫他写他就写 那我会把它收回来 你会看五花八门 很好玩 有的学生讲讲说 我有衣服几件 书本多少本 有什么CD多少 然后怎么样子 他的最大经济来源是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像他的提款机 所以他只差没有写说 爸爸妈妈几个这样子 你会觉得说他们没有学过会计的人来讲 他们表达他们个人的财务状况 那真的是不能说他乱写 他最少是他完全没有一个规则 没有一个逻辑 对不对 那通常我会把他们的这个留着 那开始上课 上了一年以后 他开始懂得借贷法则 开始懂得会计科目 开始懂得什么叫资产负债表 什么是损益表 上了一年课以后 我会把那一张我发回去给他们 叫他们说你自己去改一下说 你念了一年的书的会计 你觉得说你现在来看一下 一年前你没有学过会计的时候 你自己来找出你自己的 以前写的会计 你表达的财务报表 你找出五个十个缺点 这个有没有效 这个有效啊 这个对学生来讲 那个比你把他考试考期中考期末考还有效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自己 学习的效果啊 以前他没有读之前他是这样子 那经过写的他知道说 他原来的表达是错在哪里 他自己跟谁比 自己跟自己比 所以是很有效 所以我们如果说用计算来讲 来衡量他的一个绩效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 比如说我们 就不会说大家在那边讲讲说 我们的 我们的马总统说 为什么人民都对我都什么样子 我的施政都无感 这个因为怎么样 有没有感的话 那个就是你自己跟你自己计算比 那第三个功能就是说 议算可以来帮助沟通 有助于沟通啊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沟通的话是什么样子 这个沟通的话最怕的是什么样 说的人跟听的人来讲是什么样 可能认知是不一样啊 有时候你们有没有到那个什么 那那个乡下去什么去问路啊 你要问问路 某某所在的什么 他说没有了 转个弯就到了 那转个弯以后再走 再走半个小时 他就转个弯就到了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为什么 这期他跟你讲他有没有讲错 他搞不好他认为他每天在走 他认为说转个弯走半个小时 那是转个弯就到 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 半个小时那是很远的路啊 会不会这样 而且通常人家也有做过 男生跟女生对于这些 表达也不一样啊 通常男生的表达会比较具体 女生的会比较抽象啊 会不会这样 这个都有啊 这个是协定上 那最好的是什么 用预算来表达 用数字来表达的时候 可不可以减少这些落差 这个我跟你讲说 1234567890 这个如果除了说有 有没有特别的说 我们大概 有没有人会跟我讲 讲说1比2大 不会吧 我们一般人 我讲2跟3的话 大家一定都会知道3比2大 对不对 而且1234 我们知道说他本身隐含的 为什么阿拉伯数字 大家会比较 因为什么啊 数字的话你说 他本身隐含有什么 有等据的观念嘛 1234 那1跟2之间可能差多少 差一个单位 那1跟3呢 大家也会知道 应该是差两 所以用数字来讲 他是有助于我们的沟通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 一般来讲 为什么说计算的功能 功能有很多最重要的 应该是有这些啊 那第三个的话 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 一般的财务原则 就是一般的理财原则啊 我们刚才有跟大家讲到一个是说 预算来讲 其实我们个人有没有预算 有 我们其实每一个 你们一定有每一个 现在又到年底了 你现在已经是11月 明天就12月了 那明年的你的个人的财资收入 你要不要想一下 要 你可能每个人会讲 我明天我大概要做什么 那每一个家庭有没有预算 有 那政府有没有预算 有 但是我刚才有讲 讲说 个人家庭跟政府的预算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不管你是个人或家庭的话 我们叫做这个叫做什么 个人理财啊 那个人理财的话 那如果政府呢 他这个部分叫做什么 公共理财啊 那个人理财跟公共理财 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什么地方 个人理财你用的钱是用谁的钱 用你自己的钱 钱用完的用的好不好 谁承担 你自己承担啊 对不对 因为你用的是用你自己的钱 但是公共理财呢 用的是用别人的钱啊 对不对 用的好不好 这个 这个政府如果把钱花错 投资错误啊 或怎么样 政府的公务员需不需要拿钱来赔 不用啊 他用的是用别人的钱啊 所以说 因为个人理财跟公共理财 在个人理财来讲 我们一定要呼应的是什么 量入为出的这个原则啊 什么是量入为出 比如说你赚100块 你最好怎么样子 花80块90块就好了 你最多最多只能花到100块 你可不可以说你赚100块 你给他花120 150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你花的超过的话 你没有量入为出 你超过的话 你不够的钱 怎么办 有没有人会弥补你 不会 你如果说是有个朋友的话 他的理财不是量入为出的话 这种朋友你最好怎么样 离他远一点 因为怎么样 他钱一定不够用 他一定会给 一定会给他周遭的人借钱 借了以后 以后可能就是给你倒账 是不是这样 那但是公共理财呢 公共理财来讲 有没有 他的理财原则是什么 是量出为入 政府的话 他用的钱来讲 他不是说你有多少钱 然后你只能花多少钱 不是 他这个重点来讲是 要看的是 你这个钱花的 有没有必要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政府来讲 公共理财 他不能够说 以没有钱 他该做的事情而不做 比如说 现在是民国103年 应该是 民国97年出生的小孩子 今年是不是要念小学 对不对 六年级 政府可不可以想 那我们现在今年 我们政府没钱 所以民国97年出生的小孩子 今年我们就 他们读小学的话 就暂停入小学一年 民国97年小孩子都不要念书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啊 因为你如果说这个 因为没有钱 所以你让这个小孩子 这个 该念书不念书 我们国民的数值 会不会降低 会 以后会不会文盲一大堆 会啊 而且这种念书的话 可不可以拖 他97年六岁的时候 他该读小学 你不给他读小学 等他十几岁再让他 让他念小学一年级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政府的支出的话 是要看他的支出 有没有必要性 那如果说有必要的时候 就不能够说用什么 用没有钱而不做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政府的支出就是什么 量出为入啊 他来看的话就是说 你一定要想话的时候 注意说你这个支出 是不是必要的 如果必要的话 你再去想办法去找裁员 这个就是量出为入 那在这个情形 大家会不会想说 那这样子政府是不是很好做 反正我什么事情都要 那这个什么 我钱就互不开了 所以在这个情形 因为他们的理财原则 不一样的情形 量出为入 所以对于公共理财 我们会比较重视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在重视他有多少收入 而会比较重视的是什么 他的支出的合法性跟必要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钱来讲 政府的议算一定要经过什么 经过立法院的审查 因为怎么样 因为你如果说没有经过这个合法程序的话 你政府的话你钱就不能乱用 那你如果说有经过审查的话 那你这个钱该花你就要花 没有钱的话是另外去想办法再去找钱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公共理财跟个人理财 他们最大的一个什么 理财的一个原则的不一样 那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来讲 我们才会怎么样 国家议算来讲 才会这么受到重视 才会有法力强定 国家的议算一定要怎么样 要经过立法监督审查 那你个人的议算 有没有谁给你审查 大概没有吧 这个先生来讲 有没有说哪个家庭里面 说这个我个人的支出要怎么样 要经过谁的审查 没有吧 这个有很多人在跟我讲说 那个审查搞不好都指示什么 这个 他指示说一些推出 以前我有个朋友一个会计师 他一天到晚在抱怨他太太 他怎么抱怨 他说这个 他说他市场都跟他太太讲 我当会计师 这个有的时候在外面应酬 总是要花点钱 那我太太什么样子 都把我管得很严 那太太有一次他太太就讲 没有啊我没有管你的钱啊 你的你的信用卡你怎么签 我哪一次没有帮你护 你要买东西你也有支票啊 你要买什么东西我什么都让你买啊 是不是讲起来没有 那等他太太走了以后 他先那个会计师跟我讲 没有啊但是有时候有些钱 不一定是可以签刷卡 不一定可以开支票的 他讲的好像他的钱 都他太太在管理 等这个会计师要走 我们几个朋友讲说 这个这个罗会计师好厉害 他可能怕人给他救钱 所以都说他的钱都在带来的管 对吧 大概在个人的话 你说计算在什么管 我们会觉得说那很奇怪啊 但是政府呢 政府的计算那是法律规定 一定要经过什么 立法院审查 为什么 因为他用的钱不是政府的钱 政府的钱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人民 所以你用的钱 本来就应该要人民的许可 但问题是 有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民来许可 没有办法 人民是广大的群众 不可能每一个 所以说才变成找一个什么 代表人民的什么 民意机关就是立法院 或者是议会 要来代表人民审查 好 好 那我们 我们讲了这个理财的原则 再接着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 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数字会说话 有没有实际上听到这句话 数字会说话 我要问各位 数字什么说话 数字跟我们说什么话 说中文还说英文 说什么话 都有 没有 有人跟我讲讲说没有 数字跟我们讲讲阿拉伯文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数字都是阿拉伯数字 所以叫阿拉伯文 我还想说阿拉伯数字是不是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好像 阿拉伯文好像不是长得像 一二三四我们这种数字吧 所以说有人说数字说话 我说数字跟我们说什么话 我到现在还找不出来说 有人可以很精确告诉我 他到底是讲什么 讲什么话 就是即使是阿拉伯文的话 那个也是开玩笑 但是数字怎么说话 数字其实他是这么说话 比如说我在黑板上来讲 给各位两个数字 一百七十七十 我问大家 这个数字什么意义 你们一定跟我讲什么 没有意义 这只是个数字阿 对不对 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但是我如果说再把它加一个什么 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斤 我问你什么意义 你们是不是会跟我讲 讲说 这是不是大概在讲一个人的什么 身高体重 对不对 有没有有没有那个 那这个数字 只要多加这个 那这个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斤 你如果说你没有看过这个人来讲 你脑海会浮现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 在我们这个东方的 如果说东方的男性来讲 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分 算是中等身材 不是不高也不 也不矮 那胖不胖也不胖也不瘦 大概是中等身材 那如果说我给你的数字 再不一样呢 一百八十公分五十公斤 你会想到这个人是长得怎么样 瘦瘦高 像竹竿一样嘛 对不对 五十公斤会不会太瘦了一点 一个男生一百八十公分五十公分 太瘦了 应该像竹竿一点 那如果说呢 一百六十公分八十公斤 那应该是什么 矮矮胖胖的 这个数字有没有跟我们说话 有啊 透过数字来讲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大概 而且我在跟你讲这三种 三组不一样的数字的时候 你脑海里面浮现的这个人的样子 会不会一样 大概就不一样 而且我在讲的跟你想象的 这个差距会不会很大 应该就比较不会 这个一定是中等身材 这一定是瘦高型 这是矮胖型的 这个就是怎么样 我们透过数字来讲 你可能你没有见过这个人 但是你可以初步的描绘出来 他的这什么 他的图像是什么样 那这个重不重要 重要吧 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们人 时常在需要做这样子的沟通 这个比如说以前我在大学当校长 你知道说 现在大学里面有 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女老师 很优秀 学历也好 什么的 但是怎么样 没有结婚 对不对 现在的女生高学历 这个没有结婚的很多 因为什么 他们自己经济各方面都独立性都很高 他们讲这些 他们好像也不解释 那校长如果他鸡婆一点 那如果说有看到自己的学生 或者比较好的 我会不会说跟他们做一个介绍 那介绍的话 你介绍不能够说没有事情 把两个人照来 或者我们一起吃饭 不是这样 我一定要先问一下说怎么样 那要问一下我之前 我要不要先跟人家介绍一下 这个男生大概是怎么样 那其中有一项 虽然是有点有点庸俗 但是要不要跟他讲说 这个男生的大概他的外表 他的外型是怎么样 那其中的话 身高体重是不是一个什么 他的是不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这个女生他没有见过这个男生的话 那他对这个男生有没有概念 没有 但是我跟他讲讲说 他大概身高是多少 他体重大概多少 那他可能就会去什么 去想像中 这个男的大概是外型 他的身高体 外型大概长得怎么样 这个有没有效 有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时常在做这样的什么 数字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技巧 所以说数字会不会说话 数字是会说话 通常数字来讲 就是用这样子来帮我们 那我们知道说议算来讲 本身也是根据什么 用数字来政府用透过议算 就是透过数字来告诉人民来讲 政府他要做什么 这个每一年来讲 我们的政府来讲 行政院长到立法院来报告 或者是在媒体会讲到 他的什么施政纪念 他要照顾弱势 他要怎么样 讲了一大堆 但是他讲的是一回事 我们相不相信 不知道 那一个方法是怎么样 好啊你跟我讲讲说 你今年度的施政重点是要什么 要照顾弱势 那我们就把你的什么 议算书拿出来看 你今年度编的这些什么 社会福利的支出有没有增加 社会福利的支出 不占你我们的总议算的比例高不高 是不是就可以来检验说 你这一个院长讲的施政报告 他的真实性是多少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前几天不是我们那个行政院长 不是为了到那个什么 到去要弧险 他不是讲讲说 他开出一张支票 要把基隆港的什么 军港西岸码头牵走 让基隆港可以更什么 那结果后来就有人开始去翻啊 你你你这样子讲 但是要怎么 叫做什么 那我叫做青菜公公的啊 你说要把那个 但议算里面 你完全没有编一毛钱来怎么样 来做 基隆港的这些码头的这些什么 的这些拆签的这些金会啊 所以说这种的话就是说 我们对于 预算我们可以用数字来检验说 政府他说的 或他表达的这些意象啊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是有关什么 资讯预算的架构 好 其实预算来讲 我们通常都是讲预算 我们就只有一个想法是说 预算就是一个 其实 其实 广义的预算审查的话 要怎么样子 要包含这几个 就是预算的编制 预算的审查 预算的沟通 然后还有达到什么 预算的目的啊 那我们知道说 预算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有讲 它是一个 好 刚才那只肯没有电了 好 好我们知道说 预算的目的 我们刚才有讲了很多次 就是说要让 它能够说什么 政府跟人民的一个 沟通之间的 桥梁的工具 但是这个要做到的话 好他不是说 这天上掉下来的 好这个一定要有什么 要有经过预算的编制 那我们知道说 预算编制的话 好我们一般人 我们有没有办法编 没有办法编 其实预算它本身 还是蛮专业的啊 好他有很多的 很多人你如果说 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可能预算给你看 或叫你来编来讲 搞不好没有两三下 你就开始 预算这个跟那个有关系 这个跟这个有关系 可能很多人都乱掉了 所以预算编制是什么 通常来讲就是由行政单位 他怎么他自己来编 所以我们各级的行政单位来讲 他们都有什么 都有会计师或主计师 都有会计或主计人员 通常这个编制预算就是由行政单位的 会计主计人员来编 所以说他们基本上这些人 会在一个单位担任会计或主计的话 他们一定都有会计的背景 所以他们可以来做这个事情 那编了以后啊 问题是这个他们编了以后 可不可以当他的目的 不可以啊 因为什么这个钱是你要用的 这预算你来编 那人民会不会相信 不会啊 所以说要经过什么 经过审查一个什么 这个审查有谁来审查 本来应该是由人民来审查 但是人民是一个广大的人民 他没有办法 就是要由谁来审查 由代表人民的什么民意机构 这个在中央的话 就是我们的立法院 那在地方的话 就是各级的议会 那个立法院或者是这些议会的话 就是民意单位 他们就有这个责任 来帮人民把关啊 就是来审查这些行政单位 他们所编的议算啊 是不是实在 是不是合理这样 那这个审查 跟编制之间的话 那中间有问题的话 就要经过什么 经过沟通啊 所以我们的预算法 也就规定说 行政院来讲 每一年来讲就是什么 院长要到立法院 来做施政报告 然后并备巡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议算审查的一个沟通 那经过编制审查 沟通了以后 才能够达到我们议算是 人民所那个什么 所需要的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的整个议算资讯 它在运作的一个架构啊 那再来的话就是 那我们既然都已经有这样 那我们再来的话就是说 议算的话要审查或者是说 有一些基本的名词需要知道啦 那议算的这些相关名词 其实这些都是法定名词 在我们的议算法里面有很多啦 那当然相关的这些法例名词很多 那几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我认为说 大家比较容易搞混掉的 我把它列出来 其实议算法里面 这个名词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什么 概算议算法定议算 婚配议算这几个啊 什么是什么是概算 概算来讲就是说 根据我们议算法第二条 各级诸款议算 依它的施政所初步估计的收支 称为什么 称为概算啊 概算我们用文字上看到 既然概算只是什么 只是个估计的一个数字 都还没有那个 那如果说你概算经过的数以后 编了以后 但是你还没有经过立法的程序 就是什么 称为只是议算案 议算案跟议算不一样 议算案只是说你编出来的议算 但是这个只是个查案 还没有经过什么 经过立法的审查 所以它本身有没有法律效果 没有 我们议算的话一定要经过什么 立法程序而公布的话 才称为什么 法定议算才称为议算 这个法定议算来讲 才有这个法律的效果 各级单位的话 才可以跟法定议算去执行 它有钱才可以去花 那在法定议算以后 因为我们通常议算都是以单位 比如说以教育部 以内政部 以各单位他们来一个单位来 但是教育部内政部 它下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议算 很多个单位 那在法定议算内 由机关分配给各大 就称为什么 分配议算 那这几个都是我们的议算 很多人都可能会没有注意啊 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下说什么 概算议算这些那个 像以前我在学校 我当校长对不对 我们学校是不是每年一定都会有什么 既然学校要不要招生 对啊要招生的话 这个是一个学校一定要做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工作嘛对不对 那你要招生的话 要不要花钱 要也是要花钱 所以说什么 那所以说我们既然要花钱的话 我们要花这个钱 要不要要不要编议算 没有议算的话 我们钱可不可以花 不可以啊 那议算怎么编 通常来讲 我们会要求我们的会议是 那你就给怎么样 我们明 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年 明年度我们要招生 那招生需要用钱的时候 那我们就先编一个什么 编一个这个预算 那问题是 在编的时候 我招生到底 招生这个 会有多少人来报名 知不知道 我招生的钱从哪里来 我要花钱 钱是不是从这个考生 他们的报名来 收钱报名会来用 对不对 但问题是 我可以知道说 估计说我报名会 比如说一个人收一千块 但是有多少人会来报名 不知道 所以说那个怎么样 那会议是 他就根据以前的年度 他就可能就先抓个 比如说他抓 我们会有会有一千个人 会有一千个人来报名 那一千个的话 一个如果说一千块 的话就一百万的话 那这样子是什么 他就以一百万的规模 来来变一个什么 招生的一个计划 的一个预算 那这个的话叫做什么 这个到底人数 真的是多少 知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做 概算嘛 对不对 只是估计的 好 那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真的办招生了以后 那真正来报名的 不是一千个 是一千两百个 好 那一千两百个的话 那我们的收入就变成多少 一个一千块的话 就一百二十万 那我们就根据一百二十万 来做这种支出的分配 那我们这样所编的叫做什么 就是预算案 因为怎么样子 这个是根据什么 真正的这些数字 是一千两百个人 报名的预算案 但是预算案的话 这个一百二十万的话 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是 这个预算案还要经过怎么样 我们一个法定程序 就要经过我们的什么 招生委员会的审查嘛 那经过这个招生委员会的审查了以后 就叫做什么 他也通过好 那我们这样子 他认为说我们编的也合理 那我们这个就叫做什么 这个就叫做法定预算 那根据法定预算以后 我们可不可以用 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们就可以什么 招生你要不要找老师来命题 要不要给命题会 要 你要不要印海报 要不要文具用品 要不要印刷会 你要各种的费用 那你就可以把这一百二十万分配 给各个单位 那分配预算 那就可以聚以执行 这个就是有关 预算的这些名词 可能很多人 你如果说不注意的话 你会发现说搞混掉 一下子要讲预算 一下子要讲预算案 讲什么 很多的那个 那再来的话 就讲我们基金的种类 我们一般讲这一个 我们一般人会有个观点 讲预算 讲政府的话 就是讲政府 都是讲政府的什么 公务预算 其实我们大概有一半以上来讲 我们的政府支出来讲 它是用什么 它不是说只有说 内政部交通部什么部这些 部会里面的公务预算 它还有很多什么 很多的是用什么 透过这种基金的方式来执行 那基金的话 因为基金的话 虽然不是公务预算 但是它也都是用公家的钱 所以要不要审查 基金也是我们预算法规定里面 需要审查的项目 那基金的话 它可以分为什么 普通基金跟特种基金 这没关系 这等一下我们会再讲 基本上来讲 普通基金就是一般目的 特种基金的话 就是针对特定目的的这种基金 那我们基金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金指的是 一定用途是现金或其他资产 所以基金你可以是现金的基金 也可以是这些非现金的基金 那基金可以分 我们刚才有讲 分普通基金跟特种基金 普通基金就是一般用途 那特种基金的话 就是特殊用途 那这个都只是名词的介绍 同学看一下就可以 我们一般预算法所规定的特种基金 有营业基金 债务基金 信托基金 作业基金 特别收入资本计划基金 营业基金的话就是什么 它本身要负担盈亏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国营事业 这个来讲就是我们一般来讲 它是这样 那债务基金的话 就是说我们政府有给人家借钱 那这个钱我们可能是不是什么 我们要准备钱来偿还 信托基金就是说 有时候你政府有一些财产 但是有一些钱的话 你政府会不会 那你可以什么 可以把它信托出去 这就是信托基金 作业基金 作业基金的话 它跟营业基金很类似 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 营业基金的话 你要有盈亏的这个压力 作业基金有没有 没有 像以前我的学校 我们那个国立大学 国立大学的经贵 就是一种什么样子 我们校务基金就是一种什么 作业基金 政府也是给我们一笔钱 那我们来做 但是你如果说国营事业的话 你这个钱你要负责盈亏 但是学校来讲 要不要负担盈亏 学校来讲 学校的经贵的作业 也不以赚钱为目的 学校如果说是以赚钱为目的 那学校跟鞋店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说学校的就是作业基金 特别基金就是说 反正你不是一般的就是这样子 有特别目的的就是 那资本计划基金就是说 你政府可能比如说 我们以后要盖个机场 或盖什么 那你要不要开始筹钱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基金的一个范围 那再来的话 我们预算的总类 我们预算来讲 我们预算来讲 可以分为这几个预算 总预算 通常来讲政府的话 政府是指什么 大概是比如说是立法院 如果以立法院这个层级来对应 比如说县市政府 那当然市议会或县议会 那种的又是另外 以立法院来讲 它对应的总预算是什么 当然就是行政业 所以行政业要给我们一个什么 行政业 比如说民国100 现在要审查的是 民国104年度的什么 总预算 这个什么 这行政业一定要经过的这个 这个我们昨天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江仪化院长 不是请辞了吗 那你们有没有想到接着什么问题 江仪化院长请辞了以后 那现在立法院在审查 已经审查一半的这个总预算 要不要退回去 要不要 要也不要 你说不退回去 因为怎么样 现在审查的总预算是谁 是江仪化院长上所提的 下一任的院长不曉得是谁 但是跟这个总预算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理论上是不是要退回去 对 你说你想如果退回去的话 那现在已经是11月 马上就12月了 剩下一个月的话 我们民国104年度就要开始了 所以说这个还有很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 所以说为什么这一个 刚才有讲说这个预算是一个很政治性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程序啊 像这种的话 那要怎么办 这个都有很多的问题啊 不过那个没关系 那不是我们今天讲的 我们介绍说预算来讲 最主要是什么 总预算就是说 你不同单位的名义代表 对应的机关是那个什么 他们要变一个总体的那个叫什么 总预算 但是总预算里面来讲 总预算行政业 行政业会包山包海啊 对不对 行政业那么大 当然他下面还按照什么 他因为有内政外交国防 还有交通什么 经济各种的部会 所以他各部会里面要不要再 要不要再编议算 要 所以那个比如说他的内政部那个叫什么 相对于行政业来讲 他就叫做什么 单位议算 内政部 教育部 经济部 交通部 这些都单位 那除了说这些单位议算以外 还有什么 互属单位议算 这个比如说像我们的教育部 教育部是一个部会 但是教育部下面还有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互属单位啊 他本身不是在教育部里面 但是比如说像我们的教育部 以前啦 以前像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他就附属 隶属在哪里 教育部 现在故宫已经独立出来 以前教育 故宫是附属在哪里 在教育部里面 还有像什么 像以前还有什么国立编医馆 很多很多 一个每个单位里面 他有很多附属单位 那附属单位要不要再编 那个就是什么 单位像附属单位就是 这个附属单位议算 那另外还有什么 分议算 分议算的话是指说 你同样的这些部会下面来讲 你可能还有什么 像我们教育部里面又分什么 分高教师 技职师 各种的单位 那这些的话就是什么 分议算 这个是 这些都是名词的介绍 同学只要知道一下就可以啦 那议算的这一个相关的名词的话 你看 总预算是指政府全部所编的议算 这刚才都讲了 那单位议算是指什么 公务单位是指机关单位 就像行政院下面的什么 公务单位比如说教育部 经济部 内政部 国防部什么 这些就是什么 那特种基金 这是我们刚才在介绍的时候 我们也有讲 讲说其实我们的议算里面 我们政府的支出 除了说编在公务单位里外 还有编在哪里 各种的基金来执行 这只说特种基金 那附属单位是一部分 编入总议算的议算 这个是像分议算 机关别或基金别所编的议算 这些都是名词的解释 那议算是审查 这个是我们议算 我们要怎么审查 为什么立法院 行政院要把议算送给立法院审查 这个就是我们议算 它有法定的这个什么 法定的这一个规定 在议算48条到53条里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让你议算审查有法院 那议算审查里面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要报告思想 就是施政计划税入税出议算的编制 这个行政院要到立法院来报告 因为如果说没有这一条的规定 所以在立法院行政院跟立法院是不是平行的 平行的单位 本来行政院长要不要来跟立法院报告 不用 但是有这一条的规定的话 行政院长就有报告的议务 那报告什么 报告施政计划 还有税入跟税出议算 那审议的方法 那立法院怎么审查 我们要审查什么东西 审查他的税出规模 所以议算的移错 还有计划的绩效 还有优先的事序 我们要审查 我们要审查些什么东西 那不是像蔡西亚在划给青菜 随便说一说 有一几个是他法定说你要审查 第一个是什么 税出的规模 这个同学注意一下 为什么我们特别说 立法院要求立法院要审查税出规模 有没有说要审查税入规模 没有 没有强制 法立立法院只有强制要审查什么 税出规模 为什么 为什么有强制审查税出没有强制要审查税入 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有讲讲说 公共预算是说什么 量出为入 所以是不是支出的审查是更重要 对不对 支出的审查更重要 那至于他的税入是什么 那另外一件事情 那在你这个税入的余错 你到底预算够不够 还有计划的绩效 你这个绩效要怎么来衡量 还有什么 你这个施政的优先次序是什么 这几个是我们在预算审查 大概我们都是要注意 这是预算法要求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 我们人民来讲 我们在看这一个政府 其实我们监督政府以外 我们要不要监督立法院 也是要啊 其实立法委员也是我们选出来的 我们有没有全力监督它 有啊 那我们要怎么监督它 不是说哪个立法院看起来比较帅 或哪个立法院看起来比较怎么样 我们就喜欢那不想不是我们要看他 他在做什么啊 那做什么都大概 这是法定规定的时候 他在审查的话 你可以看看立法院哪一个 这立法院有没有在那里胡说八道 有没有 有很多立法院本身是 胡说八道的有没有 有很多啊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来看 你审查你对这几个方面 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法定的那个 那预算的这个 预节跟公布 在会计年度开始前一个月就要预节啊 这个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如果根据我们预算法通 我们明年104年度的预算 是不是在今天应该就要预节了 对不对 那预节以后 15天前就是总统要公布 然后怎么样 104年度1月1号才可以 要不然我们的政府搞不好连公务员的薪水都付不出来啊 对不对 那刚才我 刚才老师有跟你们讲到一个问题啊 那我们昨天才在说什么呀 我们要换行政院长 对不对 那你说照理讲应该是今天来讲 就应该要 要怎么样子 那你说好 今天没有预节 最晚的话 15天前要公布 那你最多剩下两个礼拜 那你现在突然又要换行政院长 所以这个 这个明天搞不好 我还要讲讲说 其实这个时候 是应该换行政院长 还换党主席的影响比较小 你选举选输了 应该负责是行政院长负责 还是党主席负责 对啊 是党主席 是你们国民党选输 国民党选输是国民党的主席负责 为什么叫行政院长来辞职 对不对 所以应该 如果说党主席 党主席要怎么辞职 其实对我们整个行政有没有影响 没有啊 所以党主席你要天天换也没关系啊 是不是这样 你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 你们党主席天天换 其实我妹妹有没有意见 我们也没意见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讲说 这个是你们给他看啊 这几天还很有得吵啊 这就是政治上的 所以为什么说 预算是很政治化的一个东西啊 什么地方 妹妹格格 你要去找她的问题都可以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附加条件或期限 我们预算的审查 当然你如果删除 或者是同意这些以外 其实预算法也给立法院一些钱 你在这个怎么样 你可以在他的预算 你给他加一些条件啊 加条件你要花这笔钱 你要付成 或者是什么 你给他加期限啊 你钱你让你同意让他用 但是他给你随便用 或者是给你乱用 你也可以不给他要求说 他限期完成 这个都是有法律的依据啊 另外还有预算法还有一个什么 得限制议题跟人数跟审查时间的时候 那预算法的话 我们大家一般会认为说 看到的时候好像立法院 从电视上看到立法院都吵吵闹闹闹 其实立法院不是吵吵闹闹闹 这个只是表象啊 其实他是乱中有序啊 这个预算法来讲给他 他们很多的审查 都要根据法定的程序 那法律来讲 预算法也给立法院一些什么 你这个议题 你这个什么 审查的时候 你议题也是要受到限制 也可以把它限制 或者是什么 发言人事委可以限制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说 他吵吵闹闹 其实真的要不要 要管可不可以管 可以啊 法律上都有一些规范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 休息的时间到了嘛 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 那休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 十分钟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是 以这个中处是二十五分 我们三十五分 我们准时上课 好不好 谢谢